县府文化局从即日起至9月15日 在文物陈列室举办 加义式捏胚壶学会创作连展 学会会员从不接受定制 不做第二把造型相同的茶壶 让每一把茶壶有着专属的故事 增添茶壶使用的趣味与话题 县府文化局从即日起到9月15号 在文物陈列室举办 加义式捏胚壶学会创作连展 加义式捏胚壶学会 是由春辉讨访林春辉老师与学员 因为要创作出别于一般市面上 不同造型与圆形的手捏茶壶而成立 学会会员在赋予手捏壶性生命的同时 也要求自己追求不二壶的创作理念 从不接受定制 不做第二把造型相同的茶壶 让每一把茶壶有着专属的故事 增添茶壶使用的趣味与话题 学会表示 为了要做出与别人不同的感觉与造型 是学会学员在创作上一种要求与期待 在制作茶壶的过程里 深深感受到茶壶的造型 不应该局限在圆形与量产的模式 应该多一点造型变化与创意表现 于是会员坚持以手捏的方式 创作出是圆非圆或以人体 动植物为操行的一系列茶壶作品 具有故事性并且兼具实用性的茶壶 蒲卓又赴神韵 在人与茶、人与陶之间 陶冶也丰富的生命情感 看这个展览我觉得太棒了 大家都做得很 那个作品都很棒 刚好有那个两颗牙齿 我看得给小朋友看蛮好的 我就跟他讲说 你看他那个出水孔 我鼻子大象的那个鼻子 我说两个牙齿就很特别 然后大象的鼻子也很长 小朋友就很好看 如果大家有空的话 进来参观一下 真的收获不少 谢谢 文化局表示 欢迎喜爱茶壶艺术的民众 能够播空前往文化局 文物城陆市参观 来一趟难得的艺术饗宴 记者陈世奇南投市采访报导